要输入嘛 那题目要我们做的就是说 显示出那个什么呢 这边有一个就是 显示出CreateTupleE冒号 然后我就一直输入输入 直到它是-999为止 这个我记得我们前面也写过蛮多类似的 那因为当它是-999 所以其实你可以用while while 当它是-999的时候 就break掉 所以其实我的习惯行法就fireE冒号 然后里面有if if输入那个input的词 如果是-999的话 那我break掉 ok 所以应该这个还蛮熟悉的 所以我就写 第一个的话 我就先建一个list 空的 因为我刚刚讲过 Tuple是不能够append的 它是唯独的 你不能说建一个什么TupleE 说小瓜糊不行 它就没办法append的 只有串列可以写入 那怎么办呢 没关系写入之后 最后再转型 把它转成Tuple就可以了 ok 就转成那个唯独状态 那写法一样 fireE冒号 让它输入 所以input 我就输入一个词 那当然我这边输入几个 比如包含什么 输入那个 90-13 直到什么 到8后面-999 那一样就把它break掉了 所以当它n这个词等于-999 我就break掉 那如果不是的话呢 我就把那个n的值怎么样 append的进来 写完了 这个应该蛮熟悉的吧 我记得这个地方写了还蛮多的这种东西 所以其实Python写了一句 不外乎就是回圈加逻辑判断 然后再加输入输出 其实好像就差不多啦 再变出就串场一下 跑龙套一下就这样子 其实你说会 我每次写 有时候觉得差不多写 每次写就写这些东西 那很顺着就把它写完啦 只是说还是野心不要太大 因为你看到别人写的程式这么长 其实他绝对不是一下子写完的啦 一定是先写一写二写三 慢慢写下去的 一个专案才完成嘛 也不是说叫你工程师 就是你一天要把事情全部做完 我要看到你就从不是吧 像盖个大楼总要一个 这个一段的时间吧 其实我们做的只是说我们做的事情是 不是像人家外面那种实体看得到的 很多东西都是虚拟的 但问题现在这个世界慢慢好像都虚拟化 越来越明显 买东西你看 像我刚去那个全家店买个咖啡 我现在都只用刷的 而且都是线上已经买好了 然后因为我老婆习惯都会买 然后要买大量的 然后我就 因为我的那个杯数用完了 我就哎 老婆你转两杯给我 然后又转给我了 OK 因为如果你直接用掏钱买 跟你用那个线上买 好像价差还蛮大的 有的时候甚至 像我之前那个八八姐有特价买一送一的 对 所以现在好像有一百杯送四十杯嘛 对不对 那就等于 但你要喝的量那么大才有啦 那不然的话就是说 我们好几个人集资 那一百杯我们互相share掉就好了 这样会比较不会那么大的负担 那你去的话你就手机给他逼刷一个卡 他们也蛮习惯的 像很多行动支付也这样 那个回馈金非常多 像有些都回馈到四%、五%去的 所以我蛮喜欢 哇感觉去 Seven没有回馈 但是全家有 那我干脆就到全家消费好了 OK 那那也是一种方法 OK 所有都是虚拟化 所以虚拟化的世界是相对比较便宜 优惠多的 但是如果你付现金一点优惠都没有 对 像买东西当然想一想 对不行 我一定要有优惠才可以 像我们出国旅行也是一样 像最新日币涨了很多对不对 还好我是已经是最低的时候 已经买很多日币 所以我是花那个0.26的时候的价钱 那因为我都是买那个集齐的嘛 那我出国因为我办一个信用卡叫双币卡 他到日本消费就是用日 直接扣我日币的账户 没有收任何手续费 所以我这样花下来感觉是有被打很多折的感觉 OK 所以这样子应该有省到吧 OK 那像付机票钱也可以 也可以遵循同样的方法 那这样其实也不错 所以记得要逢低买进 没有退税的话就现场退啊 超过五千块 而且日本十月以后就是会那个什么消费税又调涨了 刚好我们九月去了 所以感觉好像也 关系其实也都小钱啦 但其实也是消费时候 如果可以被便宜到 当然会觉得好像还不错 OK 所以要聪明消费要多做功课啦 好 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Tuple1 再把它怎么样 把List1转成Tuple1 OK 那Tuple2怎么做呢 其实也都一样 Tuple2等于是说呢 你把Tuple1的部分复制下来 然后呢再把它改成Tuple2 然后List2 这个应该可以改可不改啦 不过你要改改一下 List2 然后呢List2 Append 然后就把它List2转成Tuple2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这个第二个Tuple就OK了 那Tuple3怎么产生呢 因为要把两个串在一起嘛 所以就Tuple 就TP3好了 等于什么呢 Tp1加TP2就可以了 这样就串好了 最后你就把TP1 就是TP3 这个就把它怎么样 跟他讲说坎派 那个Tuple 在还没有Source之前的结果 那你Source的话呢 两种表示 一个是用Source的刮斧 这个方权 它内建的 把它Source 另外有一个方法就是说 你可以怎么样 用 如果你这个记不起来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你可以用什么 Source 这个点什么呢 打一个Source Source Source的方法 这个也有 Source的 就是你加在瓜糊的外面 跟点下去那个方法 两个方法都是OK的 好 诚字写完了 所以有考试 这一题 感觉应该并不困难 复制 复制下来 不过 其实当然呢 这个地方可能要缩一下 这边跟这边一样 对不对 那理论上 程式最好不要重复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要写一个什么 写一个那个制定函数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可以用传递参数 改变其中某部分的东西 然后以后的话 Return回来都一样 你可以少写一段 也就是把一段写成function 用传递参数去改变某部分的资料 回来反正就tuple就好 Return一个tuple 那 Return回来 我第一次就是TP1 Return回来第二次就TP2 再把1跟2串一起 也应该OK 只是说要考试不考 所以考试的时候 他好像我刚刚看一下 没有讲到说 你要把它写成那个函数 所以 如果你是去针对考试的话 你就不要没事自己在那边 画蛇天竹 至少麻烦 但是如果说你是针对学习的话 那你当然有必要去思考 怎么样把这个程式再更精简 OK 所以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我觉得这一段应该不难 其实我觉得这些真的不是太困难 真的我们从第一堂课讲到 而且以后你即便看其他程式 你也会看到其实都差不多一样的写法 像我写VBA也是这样写 只是换一个东西而已 但是就是要了解哪边差别 改一下就出来了 所以有时候我会把这些题目 在那个Excel VBA重新再写过 弄一下 其实都OK 没有问题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将来也可以 看 大家建议一下 你干脆改版成其他语言就好了 OK 好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这个 把TUPLE 先用List 先Append 那为什么用List Append 因为TUPLE 不能Append TUPLE 是唯独的 那可能会有同学问说 老师那既然他们两个这么相似 那为什么又要多一个TUPLE 其实道理很简单 就是说TUPLE的效率比较快 因为它唯独 它不用去管写入的东西 所以它速度会比较快 那快多少呢 其实我测试过 大概100万笔的资料 大概会快 大概是万分之一秒左右的速度 那万分之一秒多快呢 其实就是没感觉 万分之一秒 一秒钟我都有时候感觉不出来 万分之一秒根本没 所以其实我跟各位讲 TUPLE这个形态 如果你没有试的话 你根本可以暂时把它忘记 没有关系 你就用List就好了 它有这个形态 是有它的用途 如果说你的资料量非常非常大的时候 你要效率高 那你可以用 但是如果没有那么大的资料 也没有顾虑到时间效率问题 你可以暂时忽略掉它 没有关系 大概是这样 至少要知道要TUPLE这个东西